勇敢前行 信賴鄭文婷 2024 黃潔一致 立委參選人鄭文婷拼立委席次 找來高雄市議員黃潔來基隆助選 站在愛山路看板前 呼籲把鄭文婷送進國會 來到人愛市場陪同鄭文婷掃接拜票 黃潔受到民眾熱情歡迎 又是握手 海語支持者何以留念 還有攤販送上包子象徵包眾 預祝鄭文婷順利當選 我今天特別從台灣委來到台灣頭 就是希望拜託基隆的鄉親 一定要把鄭文婷送進國會 基隆跟高雄都是台灣非常重要的港督 很希望說基隆可以跟高雄連線 藉由重要的貨運的樞紐 以及軍事的港灣 一起從台灣頭守護到台灣委 那我很希望說大家可以藉由 把鄭文婷送進國會 可以延續基隆的TPAS 直接讓鄭文婷及戰力 可以繼續守護基隆的交通建設 我想一二零零首都通月票上路以來 得到非常多民眾的一個肯定 那也有很多通勤族的民眾告訴我說 他們每個月因為使用TPAS 一二零零他們每個月至少可以省下 一兩千塊的通勤費用 那我們基隆如果以通勤人口來算的話 幾乎可以說是全國的第二名 那再有這麼高筆列的通勤人口 能夠減輕民眾的一個負擔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編列的預算 TPAS大概只能繼續做三年 那未來文婷進入立法院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在中央繼續推動這個政策 讓一二零零TPAS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能夠延續TPAS政策的就是鄭文婷 希望大家能夠讓文婷進入立法院 為大家守護基隆的利益 民營黨多位市議員都到場 陪同鄭文婷黃潔一起拜票 一向喜歡品嘗美食的黃潔 這次豪爽品嘗生魚跳壽司 每咬一口大戰基隆是美食天堂 沒有那麼豪爽吃那麼大一片 真的 天剛通常都接一段對不對 它的厚度是兩倍 兩倍 你看這邊排隊的都是人的要來 真的 真的 而且那不是今天喔 是每天都是這裡 尤其是假日更加熱 更加熱 對 黃潔大探生魚片強調很新鮮 又有冷氣吹 他說其實對於基隆並不陌生 這次來到基隆替鄭文婷助選 希望基隆人集中站立 將鄭文婷送進立法院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2024環節